正所謂冤家宜潔不宜潔,中國大陸長安馬自達找了影帝梁家輝代言,不禁讓人想起梁家輝的這幾句經典台詞 1997年由梁家輝主演的黑幫主題電影《黑金》,黑幫大佬梁家輝飾演的周朝鮮,大罵一個遲到的維標健商,才會出現這一段經典名場面 或許梁家輝也根本沒有預料到,這段二十多年前的電影台詞,還真的對馬自達造成了一定的殺傷力 1998年,馬自達剛剛進入中國大陸市場,馬自達在海南的工廠投產,和梁家輝的電影《黑金》一樣,當時並沒有引發風潮 但馬自達的名氣越大,電影的影響力就越大,到2000年後,電影在大陸市場火了起來,馬自達的銷量也開始不溫不火了 甚至後來推出的馬六也並未達到預期效果,因此網友戲稱,馬自達銷量不好,梁家輝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次馬自達跟梁家輝會面,以笑敏恩仇,梁家輝在會面中解釋說,其實一切都是誤會,馬自達的車子其實很不錯 長安馬自達在過去幾年的銷售量下降嚴重,今年第一季度更是出現了巨大的降幅 這種情況不僅不能完全歸咎於梁家輝的電影,因為在現實中有許多因素會影響一家汽車公司的銷售情況 然而,長安馬自達希望通過梁家輝的代言來改善形勢,他們找到梁家輝,邀請他代言他們最新推出的休旅車型 梁家輝表示這款車很好看,充滿設計感,長安馬自達還發布了代言人猜猜看的活動 梁家輝代言不僅直接對決了20多年前的電影《勞梗》,還需要面對他曾經代言的品牌在中國大陸市場失敗的前車之間 長安馬自達找梁家輝代言,除了看中他的明星光環,還希望利用他和馬自達之間的曝光度,增加品牌的曝光量 至於梁家輝代言的馬自達新車,是否有可能引進台灣,先前已在北美、中國市場等地發表的CX50 是款強調越野機能的跨界休旅,同時也是Mazda新全球戰略車款 雖然馬自達確認將會推出下一代CX5,但台灣國內是否導入CX50仍在未定之天 不過台灣馬自達先前已宣布,今年下半年將引進CX60還有CX90兩款休旅產品 就算CX50也會跟著來到台灣,我想最快也得等到2024年才有機會了 感謝您的收看,也請持續關注中天車想家頻道,我們下次見 搜索中天車想家,付出輸入at cticar,就是cticar,就不找到我們了喔